不得不说,今年夏天的所有热搜都属于芒果台的 前有深深不息宝岛记后有成分破浪寺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道潜新综艺 网友不想关注都不行 无形当中又一次证明了自己在内于不可撼动的江湖地位 虽说口碑褒贬不一 但负面声音越强烈,越能说明芒果台的影响力 除了两档音综节目外 每周六准时上线的你好星期六同样话题不断 能够在众多节目中脱颖而出 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在最新一期节目当中 节目组再次把大魔王周深邀请到了节目当中 说起来你好星期六绝对算得上市周深的棒个主场 起初开招商会时 主持人何景就有意让周深加门到主持阵容中来 有了他的加持,不仅可以为节目注入新鲜血液 还能跟其他嘉宾摩擦出很多不同的化学反应 主持公敌早在时光音乐会二就得到了观众们的肯定 只可惜因档期关系 没能加入到好六团可即便如此 周深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了节目录制 第一次与杨丽萍同光表演和汪童晨天籁之音 经验全场第二次为了庆祝中国动画百年 现唱了金曲美美Cos哪吒的名场面 至今被歌迷惊心乐道 也就是说只要周深只要在你好你好星期六亮相 就势必会上演一出好戏 这次也是一样还没等正片上线 就已经传出了各种路透 相信不少网友都跟我一样 上线之后第一时间就得开了正片 而呈现出来的内容 远超观众预期 女嘉宾 姨文文 杨超越 孟子义 男嘉宾共有七位 分别是魏大星 秦萧贤 刘宇 丁晨星 杨迪 谭剑刺 以及大魔王周深 一上来就被绑到了小黑雾 只有配偶成功 才能安全走出来 游戏规则跟隔壁浙江台的单跑吧 颇有异曲统功之妙 号称拯救王子计划 姨文文救了魏大星 门到杨超越时 一个走近的就是周深的房间 门上的星星 让他联想到了周深有一个称呼 叫周星星看得出杨超越在私下里 同样也是周深的铁杆歌迷 二人可谓心有灵心 看到自己的好友后 周深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十分灵活地挣脱了捆绑的绳子 出圈表情 可爱至极 解决完任务全部完成后 秦萧贤坐着轮椅亮相 怎么看都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在看周深跟杨超越 一个公主 一个王子 无形当中 拉满CP感 本以为周深会把表演舞台留到最后 没想到一上来就表示会为大家带来 斗罗大陆二 君是唐门的OST 主题曲的名字叫 《嘴苍冒险人》 从周深的口中可以得知 这首歌写的是 我们每个人身边的冒险人 一句每个人都是冒险人 在冒险的路上不停的奔波 给人感觉正能量十足 光听周深介绍 就感觉特别有代入感 不愧是央美宠儿 乐坛的门面担当 时刻都在赞发着偶像光芒 要知道 这部斗路大陆是很多人的青春 每部作品的平均分都在7.3左右 有了国妈好声音周深的加持 开播之后定能领跑收视传奇 游戏环节 全场分为三队进行比拼 第一轮游戏无声的呐喊 猜词组派出三人 戴上耳机 公主进行描述 两位王子负责猜词 简陋组派出一人 用懒人眼镜进行简陋 描述的人 一部可以说题目中的字 二不能用动作 难度可想而知 听完主持人的规则外 周深在线经典表情包 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节目组 还给他披了四个华字 目瞪口呆 周深 杨超越猜题 杨迪讲漏 让周深跟杨迪腾框发丑 只能说何俊太会选人了 二人走在新春环游记中 就贡献出了多个出圈名场面 无论是猜歌还是接歌词 神力都难分秋色 题目一 铁公鞠 彼此之间的对话 完全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题目二 老花眼 杨超越说 老年人周深说 卖力种 隐形眼镜 太阳镜一口气把自己知道的所有词汇 都说了出来 说苦不是弹剑刺想先一步 周深就打贴了这题 题目三 美伊里牙 杨超越简单一个二次元 就让周深喊出了浪姐四的顶流姐姐 毕竟周深演唱过她的极乐镜土 只要一看舞蹈动作 就能想到原唱本人 题目四 灌篮高手 这种题目压根而就难不住周深 没等弹剑刺反应过来 就已经喊出了答案 搞笑的是 这时候的铁横还扬笔 还停留在上一道题中 对此不少观众都笑称 杨迪游戏王者的称号就此翻车 题目五 周深一顿疯狂输出 把所有跟拍照有关的词汇都说了出来 就是没想到网红拍照常用的 滤镜题目六 女团 杨超越来了一句 我以前干嘛的 只见杨迪抱下吐槽 音质六道梯打对四道 周深不负众望 门到简六时 坐在青蛙池里的划分 像极了偶像剧中的男主 谁都没有想到周深表现的会比上一轮海出色 在线紫海战术 成功简陋两道题 第二轮游戏 门远杯公主比拼人师体力 周深第二轮上场 表面上看不占任何优势 但一旦爆发出来 就会令人刮目相看 祈祷周深后背前 杨超越直呼 我不好远心能够让月坛老摸背自己 杨超越不知道羡慕了多少屏幕前的女观众 周深果然不负众望 原地转五千后 男友力爆盆 背着杨超越 秒杀怡文文 曼子义 直到游戏结束 还在不停地往前撑 就连何炯都忍不住发出感慨 深深被点燃了第三轮 以轿子的方式护死周深 弹剑次 杨超越强强连手 划分不是一般的亲戚 在周深的帮助之下 杨超越再赢一局 过程当中 周深不止一次被误伤 结束之后 得到的线索是 青蛙热身了 周深无辜躺枪 杨迪把怀疑对象 直接对准了周深 为了澄清自己 接耿小王子 深深经济评出 我都叫周深了 还不能热个深吗 此话一出 校团全场 明明是工程 却变成了怀疑对象 无形当中 为整期节目 共兴了两个谐音梗 一个青蛙热身了 蛙是狄娃的娃 宣是周深的深节目播出之后 周深跟杨超越同时登上了微博热搜 有人甚至觉得杨超越是季奔跑吧白鹿之后 跟周深最有CP感的女嘉宾 前半段有多爆笑游戏挑战 后半段有周深新歌手唱 总的来说 这期节目周深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名场面 只跟我们反复回味 不知道都看了这期节目没有 欢迎收藏转发 留言一键三连 欢迎收藏转发